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唐朝时期就被周边许多小国家诸如日本、朝鲜、仙罗等国家当作老大,是其宗主国,这些小国家作为宗主国的附属,不仅要按时向宗主汇报情况,在重大节日的时候,还得按时向宗主敬仲,其他弱小国家为了发展,甚至还专门派出使者来中国学习, 比如唐朝时,日本就专门派出了浅唐使来学习,在此情况下,强盛的中国文化,藉此向外面辐射了出去,包括与我们恩怨纠缠的日本,许多现在在国内已经完全失传的东西,直至现在还完好无损地保留在日本, 例如日本天王或者大将军都拥有着庞大的后宫,幕府时代,这个词出自汉文,指的是将军打仗出征时候陆营用的帐子,这个词一定和军全有关,大伙猜得不错,幕府确实是一个军权机构,由幕府大将军掌握着, 大将军的地位甚至有时候比天皇还大,将天皇当作傀儡操纵着国家,日本幕府时代时间还蛮长,前后共进七百年,在这段时间中,武士阶层的大将军独树一帜,全是一度超过日本的皇帝, 所以没有人能够牵制将军和武士的势力,就拿女人方面来说,大将军女人的数量通常都要到一千网上,那么多的女人,要是一个个让将军宠幸的话,只怕将军都会累死了,而且还要管理这么多女人,那就显得更麻烦了, 于是日本男人想出一个主意,规定只要过了三十岁,无论是妻还是妾,都要把自己的位置让出来,从此不再服侍将军, 这样说起来,好像男人有了更好的借口去宠爱新人,对男人更有好处,其实不然,这还是更偏向于女人的, 因为在当时,医疗技术十分落后,女人经常会因为生产而丧命,更别提过了三十岁的中年妇女了,年纪越大,就越有生产丧命的危险, 所以三十以后的女人,统统被赶出幕府城的潜规则,虽然这样,在将军的后宫中,女人一多争风吃醋的现象,肯定经常发生, 有时还会闹出人命,比如德川幕府的第九代将军,就差点因为女人间的矛盾而一命呜呼, 她有两个女人,分别叫姓巴,阿喜,两人的身份背景差距差极大,姓巴是贵族之女, 而阿喜的出身则更卑微,两人中最恶毒的是姓巴,她在三十左右才给九代生下儿子, 而阿喜呢?这时候正青春貌美的,于是阿喜更受九代宠爱,但阿喜出身低微, 而姓巴出身高贵,她看不起阿喜,认为阿喜不应该比她得宠,所以经常对阿喜非打即骂, 以此,九代和阿喜正在方式,姓巴竟然直接冲了进去, 这一冲也不要紧,差点就出了大问题,九代原本身体就不太好,此刻正在快活, 一下子被人打断受到刺激,当场,发了癫痫,差点就一命呜呼, 好在及时找来大夫,这才将九代从鬼门关里拉出来, 经此一事,九代病情刚好,一醒过来就把这个捣乱的女人关了起来, 德川家族的将军们吸取教训,再也不敢留性把在身边了, 所以日本幕府才有这么个变态的规矩,女人过了三十岁就被赶出去, 这是幕府时代女人的悲哀,不过九代因为宠幸女人太多,身体被掏空了, 也没活多久,年纪尚轻就撒手人寰,这也是她太沉迷酒色的下场, 近代德川幕府比较腐朽,落后,封闭,有点像大清, 不过日本反省得早,早早就寻求解决的办法,为了摆脱困境, 日本爆发了由下而上的运动,推翻了幕府大将军, 先皇终于刷出了存在感,改革后, 日本的国力与日俱增,很快在亚洲称霸,而中国的大国地位却日渐衰落, 这就为日本侵略中国埋下隐患,反观另一端的大清,还依旧停留在自满当中, 他不知道世界已经变了,新日的大国今日不过是绣花枕头, 只有表面的盛世繁华,一个善与忘记的民族,注定是没有前途的, 请关注公众号, 请说历史,请说丽丽丽与您一起记录中华民族的繁荣与苦难, 铭记每一天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